台北市政府8月8日表示 依据气象部门最新天气预报资料 并经台北、新北、基隆共识 宣布9日停止上班及上课 稍早前同样处于台湾北部的 宜兰县、新竹县市等也宣布9日放假 强台风立起马袭来 台湾气象部门于8日上午8时30分起 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全台各地均严阵以待 截至8日晚10时30分 全台累计10雨量超过400毫米 根据台湾气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 第9号台风立起马 目前中心在台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 其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台湾北及东北部陆地 对台中、苗栗、新竹、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花莲及马祖将构成威胁 随着台风接近 8号晚到9号 全台各地风雨最为显著 9号为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 台风预计10号逐渐远离台湾地区 但台风南侧水气丰沛 台湾中南部仍持续有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几率 再次进入台湾中心就像台湾一層就像他是一層的平台湾一層就像个赢裝进入这个暴风风阴市亭